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紧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一则最新的消息 那我们看到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 在五点的时候就发出了这份文告 也证实了新州日报早前的叹息回来的消息 沙拉越古今现在就出现了 马来西亚第一宗新冠病毒肺炎的第一宗死亡案例 那么一旦这个东西 它已经是确实了之后确认之后 它意味着我们的疫情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也是一个重要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之前的转折点是社区感染 以及大城堡清真是万人集会之后 情况就变得难以追溯了 而目前的防疫进入了行动管制令的阶段 期待这个激烈的方式能够控制疫情的蔓延 把防控的工作做到位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例子 就是中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的 那么昨天下午我就有幸出席一场由中国上海海外联谊会主办的 与世界分享支持海外华侨华人共同战役的视频连线活动 那么出席者全部都是通过视频来进行交流 包括了来自澳洲、纽西兰、意大利和法国的华人社团领导听取来自上海专家们的经验分享 这些上海的专家们他们认为说防范的重点在于追查以及控制传染病的源头 如果能够把这两个工作做得好的话 疫情的传播就可以获得良好的控制 大大的降低了更多人感染的风险 而上海的经验是他们宁愿找出更多疑似病例 让他们可以更全面以及完整的进行检查 回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的第一宗的死亡案例 其实这要早前新州日报确实也向一名官员了解的时候 其实当时候对方并没有透露更多的讯息 尽管关于这个死亡案例的消息 已经在古境当地造成了一些轰动 另外古境的沙拉越中央医院也已经接到了指示 目前全院也进入到一个高度戒备还有严正应对这一起事件 根据了解这一名死者其实就是古境一所教堂的华裔牧师 如今对抗疫情已经是全民一起来担当的一个大任 不仅仅是政府的工作而已 我们大家可以做得更多 虽然大马的疫情的病例增加 我们依然是处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当中 但是传染病的防护它有三大的重点 第一就是找出源头 这很重要 第二就是掌握传播的途径 第三掌握感染的人群 而这三个重点过去都有做 一直在做 可是出了一些状况 当社区感染事件发生之后 情况就变得复杂 以及变得更加的棘手 已经没有办法很好地去掌握传播的这个途径 以及掌握感染的人群 所以才会在过去几天 从190然后150多个感染新的确诊这个病例 所以慕尤丁昨天他就宣布了这个行动管制令 根据中国过去的这个经验呢 他们总结出12个字的防范重点 第一呢就是戴口罩 第二请洗手 第三不聚集 第四多通风 另一方面呢随着这个行动管制令呢 在今天晚上了 就是3月18号落实之后呢 将会导致呢 大概数十万名啊 每天往返新山 还有新加坡工作的马劳就受到了影响 因为呢根据这个禁令的字面的意思呢 其实在这14天里面 他们是没有办法越低到新加坡工作的 那新加坡的贸工部长陈正生呢 就说聘请大马员工的公司呢 如果需要为员工安排住宿的话 可以向新加坡的经济部门 或者是商会寻求救援 那他就说 在短期里面呢 如果有马来西亚的工友啊 是想要留在新加坡的话 那新加坡的政府呢 其实有许多的选择 比方说进入让员工住在公司的宿舍 或者是酒店 或者是选择一些短期的住宿 疫情大爆发之后呢 那么在这个社交媒体圈子的 另外一个光谱的马来网民呢 他们有一些就把这个疫情大爆发 怪罪在西蒙政府 在当时为什么没有 第一时间阻止中国游客入境大马 如果当时禁止这些中国游客进来的话呢 情况可能就受到控制 也有一些把这个讨论呢 延伸到病毒是来自中国的 也把本地华人牵扯在里面 认为大城堡清真室的这个确诊病例呢 是因为政府允许这些带病的华人 进入该区域 那么一些也指出说 当华人指责马来人清真室 或者是传教士机会导致疫情蔓延 华人到底有没有想过这些病毒 其实是从你们中国那边传过来的 当然还有其他更激烈的这些言论 我在这里强调的是 不是要挑起矛盾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而是要提醒大家 华裔朋友 当我们在留言的时候 或者是制作图片 或者是截图的时候 很容易或者是不轻易的 掉入自己的同温层里面 不知不觉的 在没有搞清楚状况的情况之下 批评甚至是辱骂其他人 我们需要的是冷静 理性还有耐性 多阅读不同圈子 或者是光谱内的人 他们的想法是怎样 当然有一些他们的观点 我们没有办法认同 但至少我们知道 他们有这个想法 而且我们也不会掉入 这种恶性批评 甚至是充满种族主义味道的漩涡当中 所以还是回到 我们需要冷静 理性和耐性 没错 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 所以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 都能够保持冷静 还有理性 继续留守在City Plus 现在回来 依然还是有关于 新冠肺炎相关的疫情报告 要跟你分享